世界杯是全球最受关注的体育盛会,能够夺得世界杯冠军,可谓是结员一生的梦想。 而在今年的世界杯舞台上,法国队想到了最后,其中33岁的艾迪尔阿米同样是人生赢家,虽然他不是球队的核心球员,但也曾为法国队替了35场比赛,拿到世界杯冠军更是圆满,艾迪尔是个身价丰厚长相帅气的球员,不过他却爱上了一位大自己18岁的性感女郎。 艾迪尔从小就和足球结缘,小时候在费雷瑞斯清训,18岁的时候就开始崭露头角,进入里尔足球俱乐部效力,凭借出色的表现。 此后,艾迪尔又在AC米兰、马萨等俱乐部效力,艾迪尔跟随球队夺得了2011年的法甲联赛冠军,2011年法国杯冠军,逐渐又拿到了世界杯冠军。 这样的生涯绝对是成功的,艾迪尔的身高达到1米9,同时长相帅气身家丰厚,身边从来就不乏美女追捧。 不过艾迪尔却爱上了大自己18岁的女人,她就是著名演员兼模特帕米拉安德森。 帕米拉是想当当的国际超模,拥有漂亮的长相和曼妙的身材,年轻时是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,凭借完美的外形。 帕米拉一共12次,登上花花公子的封面,这个记录保持至今,她还出演了海岸救生队等著名电影。 值得一提的是,帕米拉先后经历过三段婚姻,不过作为世界金女星,51岁的帕米拉保养得很好,身材和外貌依旧出众。 这也是艾迪尔会爱上她的原因,而在世界杯夺冠之后,艾迪尔还送上超大钻戒,并顺是求婚。 虽然帕米拉没有答应艾迪尔的求婚,但两人的感情依旧很好,艾迪尔对帕米拉十分迷恋。 曾塔言被她所征服,祝福他们未来幸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